今天随着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强度是逐渐在减弱 所以今天各地的气温回升在天气上也是比较稳定 但从明天开始会有下一波的强烈大陆冷气团逐渐的影响 那预计这一波的影响时间也会比较长 从明天一直到周五 其中在周三到周五可能各地感受上还是比较偏冷的情形 大家还是要留意未来的一个气温的变化 还是要预先的做好保暖的工作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卫星云图 从云图可以看到其实在台湾周围的海域以及云量上是比较偏多 但是在陆地上的云量是比较偏少的 今天大致上陆地是只有在基隆碑海岸 宜兰花莲目前的云量有比较偏多一些 其他地区大致上都可以看到阳光的 今天天气有比较稳定 气温也是有回升的情形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清晨的一个低温分布 今天的清晨低温其实跟昨天比起来是有回升的 除了在离岛的金门马祖还是比较偏低之外 今天在台湾本岛的一个低温 大致上是已经回到了13到17度左右 那其实今天最低温是出现在离岛的马祖是7.7度 其实是金门的10.3 至于在台湾本岛的最低温 一个是在苗栗比较近山区的地方 苗栗三弯的低温是在11.5度 另外在新竹的关系跟额眉是11.7度 不过整体上来说跟昨天相比是有回温的 那接着我们还是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温度趋势 在今天整体上各地的气温是有回升 白天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2度以上 其中在中南部还是可以回升到25-26度左右 明天开始强烈大陆人气团会逐渐的影响 不过整体上温度的变化还不会太大 北部冰封面的一个温度有稍微下降一点 比较明显的一个温度变化会是从20号周三开始 周三其实各地的气温都是在逐渐下滑的 尤其是在北部橘色县的北部地区 北部跟宜兰地区 气温会下滑的比较明显 可以看到大致上到了周三晚上之后 其实在北台湾的一个气温 就有机会落到了14度左右或以下的情形 而且一直持续到周五这段期间 整体上来说周三晚上到周五这段期间 北台湾的气温大概就是落在14度左右或以下的一个情况 其中最低温我们目前预估会是落在周四晚上到周五清晨这段时间 在北部跟宜兰地区的一个预估的低温在10到11度左右 而至于在中南部花冬地区的低温预估是在11到14度 所以目前看起来在周三到周五是比较偏冷的 那除了北部比较明显偏冷之外 其实在其他地区在周四周五整天的一个高温部分 在中部跟花冬地区有基本上白天的高温也是不超过20度的 只有在南部蓝色线的南部 大概在周四周五的高温是20到22度左右 还比较舒适一些 但整体上来说跟周一周二比起来 各地在周三到周五的气温都是会有下降的情形 尤其是在北台湾下降的是会最为明显的 那预估到了周六开始 强烈挡冷气团的一个强度有逐渐减弱一些 不过整体上来说在北台湾以及在花莲地区 可能整体的白天高温还是只有在20度以下 回升的温度并没有太大 所以建议大家其实从周二开始一直到周末 可能这段时间都会是一个比较偏冷的情形 大家要做好保暖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 今天预估的一个白天降雨其实比较趋缓了 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 还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到了晚上呢 除了基隆北海岸之外呢 在大台北跟桃园的降雨几率有稍微提高一些 那不过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变化的话 大概就是落在明天之后 在周二周三这两天呢预估水的冷气团暴到 然后到时候在一开始的水气是比较偏多的 尤其是在北部跟东半部要留系有局部的短暂雨 在基隆北海岸呢预估雨势是会比较明显一些的 那到了周四周五水气有稍微减少一些 不过在台湾以北跟东半部仍然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然后到了周末这两天呢预估在水气上会再更少一点 甚至大台北跟东半部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况 所以整体说来从明天开始呢 在明后两天可能降雨会比较明显 那后面有逐渐的趋缓的一个趋势 那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整体上来说下一波的一个强烈大陆冷气团 会从明天周二开始影响 那最冷的时间应该会是落在周三到周五这段时间 要留意在周四到周五可能在北部宜兰的低温是只有10到11度 其他地区在11到14度左右 那除了在温度部分 也要提醒大家从明天周二晚上 一直到可能周末这段期间 在沿海空旷地区的风浪又会有转大的一个情况 要留意在沿海可能有9到11级的强震风 在沿海的浪高可能也会增加到3到5米的情形 希望海边一定要特别的觉得无意